祝大家新年快乐 身体健康 恭喜发财 红包拿来 在这新的一年的大好时间 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全年的收入了 之前几期视频我们都一直在偷懒 因为搬家然后爸妈来什么都太忙了 其实我搬家的视频都还没有剪完 实在是太多太多内容太不好剪了 但是我们这周决定过新年一定不能再偷懒了 所以来好好给大家录一个收入的总结视频 大家好 我是多元化收入进行中的TC 大家好 我是不知道我们家有多少钱的小秋 又到了一年一度我们总结收入的时间 反正我和大家是差不多的 基本上是不知道我们到底 每一个不同的收入来源有多少的收入 对比上一期我们是六个收入来源 这一期我们增加了一个收入来源 就是我们建了一个网站 然后提供我们的咨询服务 虽然目前为止我们客户非常非常的少 但是也算有了一个收入来源 其次其实我们还多了一个0.5的收入来源 一会儿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们就从最低的开始说吧 那首先呢就是股票收入 股票收入是负的 股票收入为什么是负的呢 因为股市涨的不是很好 但是我股市不是涨的不是很好 是股市跌的非常的好 对对对我觉得在股票市场里面 真的你不输就是赢 但是我们这个也是平Average Investor 对不对所以有跌有涨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而且我们是那种比较长期的投资者 我们是这样安慰自己的起码 我们是那种很长期的投资者 所以短暂的往下跌是没什么关系的 而且我们也分析过 其实以前我们讲过 就是与其把钱放到股市里面 我们更喜欢把钱放到房市里面 所以其实股市对我们的影响也没有特别特别大 我们也等一下也会专门讨论 为什么我们更喜欢把钱放到房市里面 而不是股市里面 那我们的第二项收入来源就是YouTube 就是我们的博主收入 平均每个月是100刀 对我觉得这个YouTube收入 其实我们是花了很多时间去挣这100刀的 包括小秋每个星期要花两天整来剪视频 然后我需要花几个小时去写那个script 要想我们要讲什么东西 其实我们是真的是付出了很多很多的effort 来挣这100块钱的 所以你可能会问 为什么我们愿意付这么多effort 去挣这100块钱呢 我觉得一方面对我来说 它就是我们两个的一个兴趣爱好 我们两个很喜欢把我们学习到的东西 总结一下分享给大家 就是我们平时吃饭的时候 和朋友坐在一起 其实也是聊这些东西 我觉得把它录下来 可以让更多的人知道 其实是一件让我们觉得很开心的事情 其次其实我们另外增加的收入 比如说我们的咨询服务啊 比如说我们之后会提到的爱比赢的referral 就是推荐链接收取的一些报酬啊 这些其实也是通过YouTube视频而得到的嘛 对不对 我们现在还是比较注重于分享 所以没有特别的在意 就是这个视频号给我们带来收入 但是长远来说 我们觉得它还是有机会 可以跟给我们增加一些收入的 对 小车刚才讲了两点 讲得特别好好 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说 我们现在做的视频 然后虽然讲我们现在没有特别火嘛 对不对 如果以后万一火了呢 对不对 然后万一火了以后会有很多视频可以给大家看 然后大家可以就是说 通过这个看我们的视频 我们可以得到收入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很scalable的一个收入 提起上一期视频也是说 我们现在虽然没有特别火 但是万一火了呢 我们看你总结到哪一年开始 就是万一火了呢 那我们的第三个收入 就是刚刚提到的咨询服务了 就是我们大概在两三个月前 我们建了一个网站 就是小秋特别认真的把那个网站建起来 tccway.com 里面提供一些 tc的职业啊 然后副业的咨询服务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上我们网站看一看 和tc来哥一对一的交流 这个咨询服务呢 目前为止大概是每个月挣100刀 对不对 非常非常humble 但是我觉得 you have to store somewhere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然后再加上我们平时分享这些东西 我觉得一方面就是说 我们非常享受这个事情 但是另外一方面 其实我们觉得也会给大家增加很多价值 然后很多有些朋友就说 可能会有更具体的情况 他们想讨论 想得到我们的更具体的建议 我觉得这种咨询服务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去得到我们在职业方面啊 或者是副业方面啊 或者是任何其他方面的比较具体的这个建议 所以说其实如果你在考虑要建立起自己的副业 但是不知道从哪里开始 或者你在职业发展的道路上 你对面试啊 简历啊 对自己的晋升啊 这方面有些问题的话 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可以跟TC 一对一的交流 说不定可以 对你有所帮助 那我们的第四个收入来源 就是大家很熟悉的成租房收入了 这个收入我们是一个月大概1600刀 这个1600刀是我们就是每一个月 把租金收入减去所有的房贷以后 手上剩的钱 所以其实我们算还是比较保守的 我们要把那些什么增值啊 那些算进来 因为我们比较在乎这个现金流 因为我们暂时也不准备去卖这些房子 这个1600刀里面 包括了我们最近租出去我们之前住的房子 关注我们的朋友知道 最近我们买房了 为什么要在经济这么不好的时候买房呢 大家可以看这个视频 我们算是去年呢 每个月收入 这个你就可以直接算进去了 算了没关系 TC把我们今年才开始加入的收入 都直接算进去 你看他有多么的想要增加收入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就是说一定要知道自己的收入多少从哪里来 这个长租房收入我们长期看好 是因为长租房收入真的很简单 就是说你有一套房子 然后你放在租楼上 你把它租出去 你就可以做着手钱了 但是想要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长租房之所以收益还可以 是因为当时我们买房的时候利率还相对比较低 现在利率涨上去了之后 大家如果还想要投资长租房的话 可能得自己算一算自己每个月的收入到底能有多少 是不是可以给你带来现金流 如果不行的话是不是短租可以更好的来帮助你得到这个现金流 或者你是更看重于房屋的增长 还是更看重于这个现金流 就是每个人其实的需求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你都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做这样子的选择 我觉得房屋给增长是一个很虚的东西 其实我还是比较喜欢现金流的 因为房屋增长你真的是很难去预测的 而现金流可以使得你每个月都赚钱 然后房子放在那里多少年你都不用管 反正你个现金流是正的 所以其实我是一个非常看重现金流的人 因为不管是什么时候现金就是王道 然后之前我也提过为什么房市跟股市 我更喜欢房市 其实很简单 就是大家其实可以考虑一下赚钱 其实就是一个数学题 有三种方式去赚钱 第一种就是从零到一的这种提供自己的时间 提供自己的力量去工资挣钱 对不对 第二种就是通过自己已有的钱 增加自己的投资回报率 然后去return on investment 不断的钱滚钱的赚钱 第三种赚钱就是通过别人的钱给你去赚钱 第一种赚钱 资本的原始记得是非常残酷的 不是非常scalable 你要花很多时间 挣个钱也是非常limited 第二种赚钱通过钱赚钱 我们都没有什么钱 所以其实通过钱赚钱的机会也不是很多 第三种赚钱也就是说通过别人的钱赚钱 其实是一个中产间级 发家支付一个很好的方式 而买房子就是最容易的通过别人赚钱的方式 因为你可以去接到mortgage 然后在mortgage上涨的那些appreciation 其实是算在你身上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mortgage一方面 它会给你return on investment 另外一方面 它可以让你接到其他的钱去赚这个钱 而且是relatively safe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非常喜欢把钱放到房产里面 而不是股票里面的一个很大的原因 那我们第五个收入来源 就是我们的Airbnb爱比云的收入了 每个月2000刀 对我觉得爱比云大家可以看出来 就是说做短租一个月可以挣2000 然后做长租两套房子一个月现金流也就只有1600 所以做短租真的是现金流非常非常强悍的一件事情 那为什么我们不做更多的短租呢 小秋 为什么呢 短租是真的非常非常耗尽力的 不仅就是说 就是说你平常需要去确保它卫生好之类的 而且很大的心理压力 客人有可能就是晚上10点钟 是一种开不了门 或者是你星期六早上特别特别开心 然后客人突然给你发个心机说 马桶堵住了 锁开不了了 然后你就马上去修 其实这些都是有成本的 所以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讲 就是说做长租 其实真的是比做短租要轻松很多 从付出的努力上 以及你心理的承受上 另外一方面在下厨这里 它有一个regulation 就是说每一个人 每一个家庭 他只能做up to两套的Airbnb的短租 其中一套还要包括 就是说primary residence 这也是另外一个原因 我们没有做很多Airbnb的原因 我们之前也出过视频分享说 你做长租和做短租的时薪 到底是什么样子 它的投资回报率对比 到底差别是什么样子 如果感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看我们之前的视频 我刚刚也提到了 其实我们还增加了0.5的一个收入 那个收入其实就是 有些看了我们视频的小伙伴 他们也想开始做爱比营 开始做短租 然后点击了我们的referral link 注册成为了爱比营的host 房东 通过我们的推荐链金 注册成功的话 他们可以拿到很小的一个辅助金 然后我们也会得到一些referral bonus 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说 就是一个很大的支持 首先我们感受到了 我们所分享的信息 对周围的小伙伴有帮助 能够帮你开启一个新的副业 能够帮助你 在刚刚开始做爱比营的时候 知道要怎么做之类的 同时我们也有了一个小小的收入回报 对我们来说真的是非常大的支持 所以我们两个非常感谢 所有通过我们链接注册成为房东的小伙伴们 同时通过我们链接注册成功的小伙伴们 也可以免费的得到TC的30分钟的咨询 对 airmanb这个收入 我们这个是非常长期看好的 因为我们觉得 其实 airmanb这个东西是会有很大市场的 现在我觉得还有很多人是通过酒店的方式 去订然后去到另外一个地方 但实际上我觉得 airmanb的体验真的是挺好的 我觉得 airmanb之后还会有很大的发展市场 然后我们在录这个视频的时候 我们也在发布我们第二套 airmanb 这一套 airmanb会增加我们 airmanb的income 然后我们也可以让我们更加的diversify away from 我们工作收入 所以我们也是非常期待的 我们也会给大家update我们那套 airmanb做怎么样 那我们的第六个收入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就是我们的亚马逊卖家的收入了 平均每个月大概是2200刀左右 那去年做亚马逊卖家小伙伴其实都很清楚 它是非常艰难的一年 因为首先运费和各方面的费用都在增长 然后很多国内工厂因为疫情啊什么 会有一些跟不上速度会慢 亚马逊的费用也在增长 同时其实大家的消费欲望在下降 因为股市在跌 经济在走向萧条嘛 通货膨胀价物价都上涨 所以大家其实消费欲在下降 如果你卖的产品不是生活必需品的话 其实你也能很快地感受到这个经济的冲击 对我们亚马逊事业带来的这个冲击 所以说我们觉得我们亚马逊事业能够保持在这样子一个收入 其实我们也是非常知足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对我觉得就是说通过去年一年的反馈 其实我们也不会去逆着这个趋势走嘛 我们也没有花很多时间去发布亚马逊的新的产品 去更加的发展我们亚马逊事业 而更加的就是keep it going 然后让亚马逊这个事业确保我们那些产品都是in stock 顾客都是非常开心 在这种情况下 然后减少在亚马逊事业上的很多很多的投资 等以后电商这个行业再迅速发展起来的时候 我们再去做这些努力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去年的一个策略 长期来看我对电商是非常非常看好的 我觉得从实体到电商这个转换还是在发生的 虽然讲过去一年是有一点点回去的趋势 那是因为前两年前三年发展的实在是太快了 所以说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很正常的 长期来看我们是非常非常看好亚马逊卖家这个收入 然后我们也会继续去花时间花精力去把这个事业好好做好的 那最后一个收入来源就是TC的主页 就是亚马逊产品经理的收入了 这个收入占我们总收入的大概79% 相对于上一次收入分享的85% 同比相降了6% 对这个很重要 其实我们做的很多努力 就是说使得我们不会特别的去依赖 我在亚马逊上班这个工作的收入 这也是我们做很多努力的一个目标 对不对 当然我们去减少这个百分比 并不是通过减少我收入来达到这个百分比 而是增加我们其他副业的收入来减少我工作的依赖 这是我们的一个策略 然后大家也通过这一次裁员发现了 其实就说这工作这种东西说没就没了 然后你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所以越是这样子越比较重要的就是说 一定要发展其他的副业 让你不仅是靠你这个工资 而且还要靠其他的副业 把你这个家庭撑起来 当然这个百分比下降 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股价下跌了 对不对 对我觉得大部分还是两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我们租出去了我们之前的primary home 变成我们长租房收入一部分 增加了长租房的收入 另外方面就是说我们很多其他的收入都慢慢的开始起来了 比如说什么consulting fee 都是就是说新的收入 这些收入慢慢起来了以后 就会减少我们对亚马逊这个工资收入的依赖 那我们也都知道上周亚马逊和谷歌都进行了裁员 然后未来可能还有更多更多批的裁员 我们真心希望所有看我们视频小伙伴都能安然度过这个阶段 然后也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分享 让大家都可以开始做起自己的副业 开始多元化自己的收入 这样子在未来如果还遇到这样子危机的时候 我们都能够非常好的保护自己 让自己还能有不同的收入 继续很开心的生活 那如果你对我们的视频 对我们频道感兴趣的话 不要忘了订阅 点赞 开启小铃铛 并且把我们视频分享给你的好友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最后再祝大家兔年大吉 拜拜 那我们下期视频见了 拜拜 拜拜 拜拜